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那以今天來說確實會比較明顯的回暖 在白天太陽升起來之後 尤其北台灣高溫 今天正中午有機會上看到28、29度左右 現在的實景畫面就已經可以看到了 現在雲量已經開始慢慢的減少一些 那在正中午時間會開始逐步的回溫 高溫有機會可以上看到29、30 但在清晨晚上時間還是比較涼 今天的清晨最低溫透過圖表幫您統整 像在花蓮受風只有12.7度 花蓮的光復只有14.1 台東路也今天清晨低溫下灘到15度 桃園宜蘭空曠地區 清晨低溫也是只有15度出頭而已 那至於在水氣方面來看的話 今天的相較則是比較小 那只有集中包含像是在東半部 像在花蓮台東靠近沿海地方 稍微容易會有一些飄雨的現象 但整體來說影響性不大 反而是今天是中南部朋友大家要特別留意 是受到污染物的影響 所以空氣品質不太好 尤其今天包含像是在新竹以南一路到 這個南高屏還是亮起了橘色景色 明天中部稍微好轉一些 但是在雲林以南一路到高屏還是亮起了橘燈 空氣品質要好轉的話 是要等到週五的時間才會比較有機會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週上面的天氣變化 那以今天來說 白天大多維持多雲實情天氣 但是大家要留意日夜溫差不差大 但是好天氣就在維持今天一天 因為明天開始東北氣風會開始增強 尤其北台灣還有在東半部地區就會開始降溫轉雨了 中南部朋友要留意這幾天日夜溫差非常的大 尤其在清晨晚上時間 非常有機會低溫下灘到了13度左右 提醒早處晚歸朋友要特別注意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天的溫度變化 剛剛有提到呢 今天北台灣高溫可以上開28、29度 要留意日夜溫差大 那明天開始變天 受到這東北氣風影響 很明顯白天高溫往下掉 剩下22、23度而已 而且一整天都容易會有一些降雨的機率 那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白天高溫可以上開29、30度 一樣呢 在太陽之下維持舒適微熱天氣 清晨晚上低溫只有17、19度而已 要留意溫差非常的大 那尤其在今明兩天 中南部地區呢 空氣品質還是浪起了橘色提醒 那敏感族群朋友 還需要特別留意一下 空氣品質的狀況